上一节我们介绍了诺贝尔奖 那么很多人就会问一个问题 诺贝尔为何要设置诺贝尔奖呢 在当时那个时代 很多有钱人赚了钱以后 并不是把这些钱用于这样一些 鼓励科学文化进步的这样一些奖项 那么为什么诺贝尔 他能把自己的钱拿出来设置诺贝尔奖 尤其是在诺贝尔奖里面还有一项 是诺贝尔和平奖 我们知道诺贝尔发家 或者说诺贝尔赚钱 他的很多钱是通过卖炸药 卖武器赚来的钱 卖炸药卖武器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他是在战争中间杀人 对吧 那么为什么诺贝尔会把这些 用卖炸药 卖武器的这样一些钱 用来设置诺贝尔奖 尤其是诺贝尔和平奖呢 很多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 那么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要讲一个小故事了 这个人物呢 是一位女性叫冯苏特纳 这个冯苏特纳呢 在结婚之前 他的名字叫金世纪 她是奥匈帝国的一个元帅的女儿 所以她世袭了他们家族的一个爵位 所以很多人也称她为金世纪女伯爵 那么诺贝尔在她成名之后 她在巴黎的时候 她曾经登广告 想找一位女艺术 那么她这个广告很有意思 她这个广告是用五种文字 来登的 用五种不同的文字来登 而找一位女艺术 诺贝尔当时在欧洲 是属于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 她就是一个钻石王老五了 那么很多年轻的女性 都想去做她的女艺术 那么其中有一位女性呢 就应征了这个岗位 她的回信呢 是用五种文字来回答的 那么这位女性呢 就是金世纪女伯爵 就是我们图片上看到的这一位 金世纪女伯爵 那么诺贝尔呢 对这位女秘书呢 非常欣赏 这个金世纪 他对金世纪非常欣赏 而且金世纪和诺贝尔之间的关系 也非常好 有人说这个诺贝尔 对金世纪是产生了好感的 但是他们两个人最终没有走在一起 据说诺贝尔也表现出来了 自己的那个意思 但是金世纪的回答非常简单 就是说我已经订婚了 而且他在诺贝尔那个地方 当秘书的时间不长 他就回去了 回去干什么呢 就是回去结婚了 但是这一个金世纪结婚以后的话呢 他就成为了一个 他的名字就叫苏特纳了 这个金世纪就随夫姓了 那么这一个苏特纳呢 他是一位和平主义者 他经常在欧洲举办一些和平主义的活动 举办一些沙龙 那么在这些活动中间 他会邀请诺贝尔参加 那么有人就说 这个逢苏特纳的这些 有关和平主义的思想 影响到了诺贝尔 使得诺贝尔在去世之前设遗体的时候 设置了诺贝尔奖 而且在诺贝尔奖里边 专门设置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 那么冯苏特纳 他著有一本著名的书 叫《放下武器》 很有意思的是 由于冯苏特纳在和平主义 也就是说 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由于他在和平运动中间的这样一个功绩 他是获得了190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这是一种说法了 比如说金斯基尼伯爵 或者说冯苏特纳 对诺贝尔是有影响的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的话呢 就是爱因斯坦的说法 我们知道爱因斯坦 是举世文明的科学家 爱因斯坦由于光电效应 他是获得了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那么爱因斯坦就说 诺贝尔设立诺贝尔奖 尤其是设立诺贝尔和平奖 完全是为了赎罪 为什么呢 因为诺贝尔生产了 他一辈子发明了炸药 发明了雷管 那么他的工厂生产了大量的炸药 生产了各种各样的武器 那么这些炸药和武器 对人类和平的影响完全是负面的 那么诺贝尔为了赎罪的话呢 他就专门设立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 所以这是爱因斯坦的观点 那么无论是诺贝尔是否是为了赎罪 还是因为受到苏特纳的影响 设立了诺贝尔和平奖 从现在来看 诺贝尔奖在整个世界上的这样一个影响 是非常大的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哪一个奖项 能够超过诺贝尔奖的影响 那么对于这一讲来说 用诺贝尔的一句话 来作为我们这一讲的结尾 诺贝尔有一句话 叫做home is where I walk and I walk everywhere 诺贝尔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 无论他在什么地方 他都是非常勤奋的工作 我们这一讲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